嗨,哈喽,Apple老师你好 嗨,李大哥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这个创业人生 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Apple老师 那我是2004年嫁到台湾 然后来台湾创业的一个 从上班族到现在的美业的文秀老师 我现在在台北开一家就是文秀学院 有教学,有做客人 复合式美学馆在台北 好,那我们就从你2004年之前 在黑龙江 其实我是道地的东北人 然后出生在就是盛阳 东北人的特质是什么,不怕冷 不是不怕冷,好爽 告诉大家我是东北人 大家都不太,说不太像 因为我比较算是 因为东北人会比较强悍 讲话比较直接 那我在台湾这些年 其实我的个性比较温和一点 所以就比较不像东北人 那个子也稍微娇小一点 哦,人家想东北大那种 就是高高的 快头大 然后那个声音大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食量会不会大 好像有一点 理论上会啊 因为你们天气冷嘛 就吃的多嘛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面食比较多 然后东北美食蛮多的 都喜欢吃辣的 所以你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二十出头岁 二十二三岁来到台湾 那你要不要讲当初 为什么会决定愿意来到台湾 因为这个台湾蛮热的 东北很冷 缘分啊 就是为爱闯天涯 对对对对 你那时候先过来看看吗 还是直接嫁了就来了 嗯 我应该是不知道台湾是圆的扁的 都不知道 然后就嫁过来 有没有先打听同乡 已经在台湾的人 嗯 没有 就是呃 从电视上就是 知道的就台湾是一个宝岛 然后我们喜欢看台湾的本土剧 嗯 对台湾的明星 其实蛮蛮喜欢台湾的 其实大陆人对我们的台湾 都是一种一个 印象是很好的 像香港一样 因为我们都通过电视 那个就是很封闭的讯息 就是没有太多的资讯 所以我们就看到电视上的一些 偶像剧啊 啊觉得台湾人讲话好好听 然后台湾是宝岛 我们叫宝岛台湾 所以 你那时候印象喜欢的明星吗 就是在你看 这个台湾这么多电视剧 那个水云间 是台湾的吧 嗯 那个时候就是在爱情故事 琼瑶 哦对 琼瑶 所以你看了很多琼瑶的电视剧 对对对 就就全部都是琼瑶 对对对对 好那后来来到台湾之后就 还是要过生活吗 嗯对台湾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呃 加过来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台湾好潮湿 招牌好多 嗯 呃 啊就是很聚集在一起 就是去哪里都很方便 而且街道很狭窄啊 人好多 但是 呃 人人很有礼貌 嗯 对 又讲国语 我觉得 诶我可以适应就是有国语台语 台语听不懂 但是有国语 大家讲话都很 就可以听得懂 诶 所以这样你就不用上小学了吧 很多那个东南亚会来上小学学国语啊 啊我不用 我那时候还稍微会写一点繁体字 哦 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写歌词 应该是台湾这边的繁体字 超歌词 对对对对 当做那个情诗这样子 呃 就是兴趣爱好 所以就会了会一点 然后比较没有说都不认识字 所以你是一进来台湾就开始工作 还是因为小孩生了之后才开始 呃我进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政策就是我们政府的规定 是两年内不可以工作 哦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那那阵子会觉得很闷 嗯 嗯 就是觉得很无聊 对 然后就 那不就到处玩吗 呃没有没有 就看呃逛台湾的菜市场 然后看那个新闻 嗯 看新闻 对 看一些那个就是台湾的本土剧 然后有就听一些台语歌在学习 嗯 好那后来慢慢可以开始工作 你一开始是做一些比较 嗯 嗯 那种零售创业的 啊就是我在想就是我的前十年 其实我经历了很多工作 嗯 就是那个时候餐饮比较多 是 啊 但是我也很很感谢那个十年 其实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餐饮业 然后呃 走过台湾 我最喜欢台湾的早市跟夜市 嗯 然后我的工作的话就是跟这些都有相关 是 然后让我真的呃深入民情 你讲餐饮是服务业还是下去煮的那种主厨 嗯 不是我我都是那个有稍微煮一点点 嗯 那比如说控肉饭呢 还有台湾很多的就是卤味啊 呃 还有卖过水果 嗯 水果妹 对 然后我还有就是我我记得我第一次创业 就是我就做到最后 我就是要有点经验有点胆量的时候 然后我在夜市最第一个创业的是那个十元寿司嗯 摆在景美夜市最热闹繁华的地段 然后一个小小的摊子啊我就开始创业 哎应该是说一个朋友呃鼓励我那时候我在卖卤味 他说你想要多赚一点钱 然后他就直接就是我辅导你创业 我说好啊 我就傻傻就做了 你会那么积极是因为小孩的关系吗 我小时候家境不是很好嗯 然后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那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对钱比较没有安全感 就是不能够没有钱 就是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嗯 对那时候对就是呃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常常带我们搬家 因为我爸那时候就是为了养我和我弟弟 我们一共是一家四口 常常搬家 然后为了工作搬家养养我们姐弟两个上学啊 然后就是没有稳定过 所以我在很动荡的这个儿童时代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 特别没有安全感 很想要赚钱 就颠沛流利就对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小时候我爸应该是工作很很危险的工作 在矿区 他那时候一心想要开煤矿 嗯 对他的工作很危险 在东北的煤矿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工作 也是就这样过世 所以我很心疼我爸爸 嗯 然后他的企业家的梦就破碎了 然后我就是我们一直也有负债过 嗯 对 那我小的时候其实也努力打工为家里还债过 嗯 对 而来到台湾就是很很想要就是好好的工作去解决家里的困境 所以我有照顾家里 哦 嗯 帮忙回去就对 对对对对 那我在想有些人如果我嫁来台湾那夫家如果还不错 他也不用太积极啊 他就稳稳的这个结婚生小孩在家雇小孩就好了 嗯 不像你这个这么积极在创业 哦 其实我觉得我要的要的可能是一种成就感 嗯 因为我不太喜欢跟人家伸手拿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风土人情非常好 就是都是非常就是要靠自己都可以有找 只要你勤劳都能找到工作 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对因为我觉得靠自己双手赚来的钱特别踏实 我也不用说伸手不管老贵有没有钱 我觉得我不希望说我是伸手拿钱 啊闲闲的在家里 我是希望能够学点东西啊 赚一点钱我觉得很快乐 对台湾相对就是因为地方小然后人又多 所以要赚钱的话 有时候如果找对方法是可以赚很快 其实我觉得勤劳我觉得在台湾不会赚到钱 嗯 只是那时候我比较不懂得去 呃刚开始不太会做生意 然后全部都是做很辛苦的工作 就是只要说老板要我就去 我就做 也是也是很好学 就选择错误 嗯 就是 那样不是说选择比努力重要 对对对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是创业 对后来是因为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呃学习到了就是 呃那时候就是可能稍微懂得了 在台湾生活久了 懂得一点点的一些经验 啊有点小胆量去尝试了 那个时候我老公是在做配件 嗯 嗯 然后也是在摆那个路边摊 嗯 所以那时候我我就去 有后来就尝试做那个就是做那个手机配件 嗯 对 那有维修吗 没有维修 哦 对那我那时候就是呃在三星那个iPhone3的时代就开始做 就卖很多那个手机什么保护套啦 什么相关周边就对 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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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了七八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因为我比较好学 所以就学同行怎么做 然后我们去 嗯 去学习 然后从那个路边摊 然后啊开开开开 后来的商圈 商圈开一个小店 里面就是什么样的配件都有 嗯 可是手机淘汰很快 我看那手机壳啊 如果那个手机半年不流行之后 那手机壳就自销了 其实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呃大家都说什么网路太发达 然后不好赚 其实我们就是服务啦 我觉得都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啦 嗯 对啊我们就是比如说也是也是有一些人群他喜欢到店家服务或者是实体的 因为他可能想要顺便问一些手机功能 对对对对对 因为网路上就没办法 也是很喜欢有人服务 比如说就是你办门号 他想要就是去周边的一些漂亮的店家去买一些配件 所以你后来有学到什么包摩吗 我都学了 其实我那时候 贴钻什么 呃我是我们是从小小的摊子 然后做到就是比较大间 然后里面什么都有 只有就是没有卖手机 维修没有其他都有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较用心啦 其实有些人他还是希望说来店面给服务一下这样会比较好 嗯 对对对 所以你也会很厉害的那个贴膜 贴到整个水钻亮亮的这样 呃有有有 我有贴卡通跟那个就是一些图案 是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开了几家店之后 我又想转型 嗯 对去做一些比较 就像是小豪包摩 我们想转型成那个样子 嗯 对我有去学 好那本来都一切很顺利对不对 也开了好几家分店 突然疫情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呃 我我我你看我现在是走美业 其实我以前是有开 我们是我们就是有开店嘛 开店就平平稳稳 嗯 对啊 但是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就是突然大家都影响 突然就是那时候就大爆发嘛 对 所以那个业绩就大下滑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慌了 嗯 对六家店 业绩全部都下滑 是那个时候 然后刚好是说我有学到 就是之前是当兴趣 嗯 嗯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我就跳出来 然后跳出来 我就开始 开始学美业 嗯 然后投投入美业 然后就是在一个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是 就是在管理管理的那个模式下 就是已经习惯说 哎当老板或什么的 突然出来之后 心理上也是有有有受到一些影响 对要服务客人 从零开始 嗯 从零开始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变通 所以我那时候也 我觉得我蛮勇敢的 那时候我三十几岁了 嗯 然后我就改行 改行来到美业 所以你算晚 大家都说你怎么 很多新生民来台湾二十几岁就开始学 美容美甲或是这些相关的对不对 对对我那时候没有接触过 没有接触到这个行业 但是后来是因为 呃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大环境的影响 我们就会想要怎么样才能够赚 就是转换跑道 那个时候我就是勇敢的去尝试了 这个文秀 我刚开始接触就是文秀 所以文秀这条路是不是就是 努力的学努力的比赛 有点经验之后就开店 这样子吗 就是这样的一条路 其实我说 我说真的 我那时候选的行业是高难度 嗯 因为我们文秀毕竟是坐在人家皮肤上面的 跟一般的做脸是不一样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刚开始进入这个美业的前 前两年是非常辛苦的 那你要取得别人的信任 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行业跳进来 不是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从事美业的一些项目 然后再加加强文秀 那是应该是好做的 但是我们 我是另外一个行业直接跳进来 就没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从头开始 人脉也都重新经营 刚开始是很辛苦的 哦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从美容再进到文秀的话 是相对容易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像我是从3C直接跳 大家都吓到说 哎呦 你怎么到了这个行业 对 刚开始其实我受到很多瓶颈 可是我觉得 我是一个就是很坚持的人 对 刚开始真的很迷茫 然后带了很多老师 还好我好学就是从来没有放弃 然后我也肯付出我的时间跟精力 只要老师厉害我都去学 嗯 就到处去拜师就对 拜业界 所以你花了很多钱 嗯 对 把我的积蓄 全部都放在这个学习上 可是你那时候 一开始对这条路这么有信心吗 就是花了这么大笔的这个学费 嗯 其实说真的我我们进入这个行业 感觉就是觉得我们刚开始 因为这个这个行业的大家都知道 学费不便宜 嗯 投入了就不想放弃 动不动就五万十万 不不想放弃 对对 但是有很多人是放弃了 对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是有有付出 我想说人家做的好 我可能方法用不对 那如果我不好 我就去学习更好的技术回来 然后再加强 我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连续两年 嗯 对也是花了近百万 可是你为什么挑最高难度的 而不是学基本的这个指甲彩绘 简单一点啊 或是化妆 化错了还可以再重画 那个时候刚进来的时候是 应该是有看到就是文秀老师 其实真的站在台上 我那时候去参加分享会 我看到就是文秀的话 我是觉得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 我那时候选的文秀 我觉得文秀老师好有气质 然后也算是高单价 对我就选了这个 这个而且很应该是说我我很固执 我都没改行 然后我就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做到客人主动约我 就是就口碑一直做口碑 是 做口碑然后认真 然后去学新的技术回来 大家一直看我ifb一直发 我今天又在这边学习 然后深清半夜在那边搓假皮学习 是很感动 对阿美对每个人全部都是付出一些 比如说很认真的态度啊 然后尽我所能把它弄漂亮 对 好那你刚开始不能够杂客人 是不是先杂自己的家人 先从你老公开始杂美吗 没有没有没有 总会有真人给你练习吧 假皮我们刚开始学习都是假皮 然后就是其实我也很感谢 很感谢我就初期就是初期的客人 那么信任我 其实我身边的人帮我介绍他们的朋友来 对对对对很捧场我 因为可能平常做人很成功 对对对对 好当你学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那时候有没有先开店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小小的工作室 五到五平大小小的 里面只够放一张床 然后就是分租的一个地方开始做 对对然后慢慢的 我们就是一直在找方法 比如说学习新的技术 然后有一次就我记得是 就是有一个老师 那时候我就是不停的去摸索 然后就学很多东西 然后去考证照 对要加强自己的一些资力 让自己曝光让自己变优秀 是只为了客人信任我们 对对其实学任何东西 就是要用心啊 都会被人家看到 所以我那时候 机缘巧合下 就是一个老师鼓励我 然后让我去参加比赛 对我觉得比赛 比赛对大家帮助都非常大 那我现在也是参与比赛 就一直以来就是参与比赛 从我拿到第一个奖项开始 我发现我客户变多了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哇原来我找到方法 就是要曝光自己 你要让自己的优秀 让别人看到 所以就是 之后的日子里面 我从选手到站上舞台去拿了奖 然后后来被主办单位看到 然后推荐就是邀请去当评审 评审 后来就是每一届评审 然后甚至执行长 都是对文秀有相关 然后会有机会站上舞台 后来是变成有能力之后 我们要帮助其他不敢上台的人 学生 渐渐的我有学生 有人觉得 看到我的作品喜欢 主动找我学我从来没有打过广告 对全部都是身边的人觉得 哇你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了 我想像你一样 那我是一个很立志的人 我每一篇文章都是鼓励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鼓励我 其实我是看那个网路上很多立志的文章 我自己去看 来鼓励我自己 我就发出去 结果鼓励到大家 然后我就被大家影响到了 影响大家 然后觉得说我是一个立志的老师 然后有很多积极的人 或者是喜欢我的人靠近我 找我学习的 还要找我做眉毛的都有 然后渐渐的介入家境 然后到现在 就是有自己带很多学生 然后我这一路上走来 我觉得我最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不能放弃 然后你只要你足够有那个用心 努力你就会被人家看到 当我有点能力的时候 我就最想要帮助那些 就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然后真心帮忙他们 然后告诉他们 教他们技术 然后带领他们从那个瓶颈期走出来 我现在也是做这样的事情 我这样听你讲 好像你一路都是很这个 多方向去进行 就是在做客人 或者是这个教学 或者是学习 都是同步对不对 包括现在带选手 我是真的很拼命在做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我们 比如说我们做客人 会累积很多经验 然后我刚开始教学 其实是 我觉得我尝试教学 是想要让客人更相信我 我喜欢把技术分享出去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两个这样教 客人从我教学的那一刻起 跟我教老师 然后很喜欢我的 就是越来越喜欢我 越来越信任我 然后渐渐的我学生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就变得就是方向转变 然后觉得说 学生也多 客人也多 然后我会分办 我一直没有放弃客人 我觉得初期客人支持我到现在 我的技术是因为客人多 才好起来的 就不能因为你现在忙的时候 熟客就不管他 对不能不能 因为我觉得我跟客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他们都是看我一步步起来 然后都是转介绍 我都从来不打广告 全部都是转介绍到现在为止 我知道有些人他如果开店他就会专心开店 他就不太会去比赛或是带学生 那如果教学的很多人就一直教学 他也不太实做 对对对 会会会 但是我的个性就是说 因为我比较 我以前是做生意 那我是比较喜欢跟客户互动 对 然后我觉得我教学也不会说太商业化 因为我学生都是我吸引来的 他们都是喜欢我主动来找我 然后我不喜欢太多 我喜欢品质 我要把每个人相信我的人把它教好 我也不会大量收 对 所以我的学生是一个一个来 不会大批量 有些人是商业化直接招生 然后几天就结束了 我身边的一些学生跟我之后都会变朋友 然后从他刚入学开始 我希望说我能够让我自己所有经验给他 慢慢把他带起来 我是长期长期的这样带 我不是一天两天的带 很多人都会标榜什么交道会 手把手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但是我不是打广告之喊口号 因为我觉得我我不喜欢这种 真心跟这种虚情假意是不一样 对 我每天我每天每一篇文章 都是我真心写出来的 对 有些人这个招生的时候都写的很那个真诚 可是讲完钱之后就 交完之后就不太理他 少数啦少数啦 但是大家出发点都是好的 嗯 嗯那我不会大量招生是因为我觉得我想维护我的学生的就是学习品质 然后再加上我不想要放弃客人 客人对我来讲很重要 嗯对他们 我在他们身上就是学习到很多 然后还有经验 然后我会把大量的资讯 然后就给给到我学生 对所以我是不太会放弃客人的 对 好那你做到今天你现在的规模了 呃规模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的我们有我们是现在变成一个学院 嗯然后里面会有呃当然我觉得说我们已经经过几年之后发现自己的体力 所以我也在转型 转型的部分呢就是可能会变成学院 学院的话我们以后的诉求是 想要就是进来的学生学完之后 想让他们有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会有教育会有店家 然后我们有人才就会开店 开店的话就是我们就统一的去行销 然后把把好的技术把培养好之后 然后落实到店家去 然后我现在手上就是有美杰老师 哦 除毛老师 美甲老师 然后各项美业的老师都会有 还有彩妆老师 美的东西 然后有检定 有比赛 我们都有相关培养 就是比如说你想考证照 我们有培养证照 就是辅导证照这一块 就是全部都有全方位的 我是因为我是学了很多 然后也考了很多证照 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师 嗯 那我们也会有跟一些就是机构啊 就是有有连线 我们所有我的学生进来 他想比赛我辅导比赛 想考证照考证照 全部都有全部都有配套 让他就是不要说学了之后 还要跑去外面 然后不知道怎么走 还很迷茫 那如果他很优秀的话 你就辅导他开店 有开店 跟他合作开店 有开店的 有当讲师的 嗯 那我现在因为我你看到 我现在带比赛有选手 有带评审团 然后也有就是讲师培训 只要优秀的学生进来 学到一定程度 慢慢他要升格到讲师 因为他没有会有自己的规划 所以我会给他意见 如果说他想要留在我身边都可以 嗯 然后你出去 我也是把就是功夫交给他 是哦 让他变成讲师或者开店的店家 都可以 帮我们男生发声一下 有没有男生想学 他不太好意思 太害羞 男生啊 全部都是女学员 我这样讲好了 男生很缺 缺乏 因为像台湾的话 男生的物美老师很少 嗯 对 那就是业界有几位啊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的老师 他们都是很有才华 那在业界他就是 众多美女中间的才子 嗯 是非常非常好的前景 所以男生一定是要进来美业的 男生进来 因为他的审美 就是女生会觉得说 男生的眼光里面的美 是另外一种美 他也很想尝试 所以他设计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美法师男生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市场需求的 像美法很多男设计师 可是为什么文美就没有看到男的这个文美师啊 这几年会慢慢多一点点 那以前就是都是女生的天下 那现在还是鼓励大家多多报名 就是男生一定是要 不管是美法师还是文秀师 文秀老师很缺乏男生的 嗯 因为男生其实是很突出的 在美业 其实应该是会发展很好 只要说技术培养到一定程度 他一定会发展很好 那最后在这个文美这个工作上啊 到底怎么样去突出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一样的学习过程啊 一样的这个练习苦练到最后 怎么样让客人欣赏你 或者是你的技术怎么样达到一个水准 我摸索出一套就是从我进入美业到现在 嗯 其实我很感谢我身边很多人影响我 我觉得你一定要比一定要去找厉害的老师学那是第一步 对 对 找到对的老师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很重要 嗯 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互相督促学习是学习最快的 因为我当初的伙伴都很厉害 他们都很积极 就一直互相练就对 嗯 就是说那个圈子很重要嘛 有些人他就觉得学学就很抱怨觉得学不下去 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玩 然后我们我们的圈子就是大家想方设法 想要学习更多的东西互相切磋 去哪里有的时候就会互相的就是你带我带你 我们去比赛去学习 其实我的圈子到后来进化到全部都在学习 想要怎么赚钱想怎么变好 嗯 对 然后呃再来就是说我 我觉得每页一定是要包装的 一个就是提升自己 就是有一些个人形象 技术类 形象一定是走在能力前面 然后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就是人家说形象 比如说你在职场也好 在任何情况下 就是我们在做美的行业 特别的感觉到就是你的你的这个形象 如果说你有点出众的话 你比较好走 就自己的穿着打扮要先要先 穿着打扮一定先要求 不然你怎么会帮人家变美 就自己的眉毛要先弄好 眉毛很丑怎么让人心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呃技术要好 然后会要会穿着穿着打扮自己的 就是外在内在都要好 嗯 然后再来就是要曝光自己 努力的去考一些资历 我是主动去比赛对不对 比赛一定要嗯 比赛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比赛出名的 对所以我现在我跟我的学生炫导 大家如果想比赛不敢我都去 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会开从此班嗯 辅导他们考检订考比赛 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都很很害怕 那我的其实我下面小老师他刚开始都害怕 可是我跟着我两年之后 现在主动现在已经主动去比赛 变成评审回来教我的学生 嗯嗯 然后大家都看到他的成就说哇 真的好厉害 然后他会影响身边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很呃我就是一直很想要鼓励大家 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变更好 然后用自己的能量力量然后去感染 身边的人变好嗯对是一个好的圈子好的循环 这个比赛程式也有分所谓的这个学生组 社会组跟职业组吗嗯 像你们职业跟职业会不会比会啊会啊 其实你看美甲美睫文秀好彩妆整体造型 其实什么都可以比各行各业都会就是有竞赛的 竞赛其实对自己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去站上舞台让人家发现你 看到你有多优秀 然后也是提升自己 如果说你觉得你记不如人的时候 你会想要努力 嗯你如果觉得突然大家看到你哇你很优秀 大家目光投过来 你会多很多的比如说客人对你的信任 再来就是机会 你优秀当然会有人找你合作 或者是找你谈一些合作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曝光是一件好事 是美业就是这个是最最好的一种曝光 嗯好我们刚讲完这个技术 但是我相信跟客人实际的一个互动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还是要关心客人了解客人 我觉得客人是我们的起点 是我们一个就是衣食父母 所以我觉得我对客人的真诚度 呃是非常非常 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开始起步说客人信任 到现在客人就是啊就觉得邀约都快邀约不到 就是客人一直追着我们 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们跟客人每个客人都是互动 呃两个小时左右 就是做个眉毛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时间 哦在那个过程 过程中你可以接触到一些客人的一些 就是各行各业的人 然后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一些很多东西 嗯那我们传播的其实我我说真的 我我们因为身为一个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评价 就是我都是没有负能量的 嗯绝对不会听到负能量 然后我都会宣传 比如说你看这两个小时跟我互动 我希望能够跟他有好的互动 我会给他一些很好的建议 或者是一些气氛 我不会抱怨 也不会跟他讲一些 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话题 哎可是如果你有些学生 他比较害羞内向 他在这个做眉毛的过程 他想要专心做 不想跟客人聊天 这个啊 这个怎么办 这要怎么样自我突破 我会把他叫过来念一下 真的啊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一定是要主动去关心客人啊 其实客人在沟通这一块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就是他们或许会害羞 但是经过我们的训练 我觉得我会让他突破一些 就是我要告诉他 你一定要知道客人在想什么 他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你毕竟吃在他身上 是 你做的东西是他要保持一年到两年时间 所以沟通很重要 所以他每个人都会被我训练 所以不能说我技术本位 专心做就好 那太酷了 那个客人会变少 所以还是要开朗一些 不过这样讲 这个还好有疫情对你帮助很大 不然你到现在可能还是手机店老板娘 对不对 你就不会走美学这条路 这个就是 就是开更多分店这样子 对各有各的好 其实那段时间我蛮有成就感 从一个路边摊变成六家店 我管理六家店的店长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成长 我从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的一个 就是女孩子 嫁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什么都不会 那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啦 比如说二十几岁 我常常跟我身边人聊 二十八岁以前 我们可以就是各方面去工作 去吸取一些经验 然后我们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就是要自己想着要怎么创业 不然就太晚 就要自己整合自己 对就是年纪到了 会有更大的企图心 那我就会 有些人还在打工的时候 我跟他聊到天 我就会鼓励他 就不能一个再用打工的心态 或者是用自己的劳力去赚钱 因为将来你会成家 你会立业 所以你要养家 所以我就会 因为我小的时候的经验就是 我很怕没钱 我是希望说 因为我爸爸那个年代 是很辛苦的 然后也导致我们那时候 小时候很辛苦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脑袋灵活一点 多赚一点钱 让你的下一代 就是你的小孩 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可以照顾家人 而且你在做的过程 也是给小孩升教 对不对 给他榜样 看到妈妈的改变 我们小孩现在也知道说 我们家有电 然后妈妈是老师 然后将来他们想做什么 其实应该是很大的影响 对 对对对对 也会影响到他们学习 跟向上的一个力量 对对对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Apple老师 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